燕雅伦卑躬屈膝 万一要90度道歉 是他五年前强迫16岁男孩上床的代价 他反而转过身来 掀开棉被 把他的生殖器放入到我生殖里 2018年 早已经仗着飞伦海组合大伙的燕雅伦 明面上是个证人君子 协料背地里却干了不少恶心事 因为他性取向是男人 私下仗着大明星光环 没少找小男生切磋 甚至还大言不惭道 拍下私密视频欣赏 而就在他私下如鱼得水之时 正巧被16岁的小男生 邱耀乐撞个满怀 因为对方是颜亚伦的粉丝 网上一次冲浪维护偶像的机会下 取得偶像颜亚伦的小号联系 甚至还被偶像邀请一起看电影 这反而让邱耀乐美滋滋 自认是被上天选中的幸运儿 但令他想不到的是 背后等待他的将是纠缠一辈子的黑暗 颜亚伦光鲜亮丽的大明星身份背后 实则对小男生产生贪恋欲望 甚至还利用哄骗的手法 对16岁的邱耀乐强迫发生关系 同时还专门摆出摄像机记录 即便遭到对方的拒绝 他丝毫不理会 反而是直接对小男生硬上攻 他反而转过身来掀开棉被 把他的生殖器放入到我身体里 况且在颜亚伦的洗脑下 二人私下保持恋人关系 甚至多次强迫对方发生关系 即便邱耀乐不同意拍视频记录 但颜亚伦却多次偷摸拍摄记录 这就让不雅视频曝光后 对邱耀乐造成了心理上的负担 况且颜亚伦私下完全就是个渣男 同时交往三四个男人 甚至邱耀乐还曾遭到正牌男友的电话威胁 而当颜亚伦真面目彻底曝光后 他还曾大眼不惨到用黑道关系 威胁邱耀乐守口如瓶 否则就是黑道大哥的上门教训 直到五年后 邱耀乐主动站出来曝光时 面对突然出现的颜亚伦 依旧胆怯慌张 而他本就是一副恐吓对方的模样示威 其实颜亚伦的真面目 早在他作为大明星风光无限时 分明多次被队友暗示 如果汪东城没有保持洁身自好 恐怕早在18年前 他就掉进了颜亚伦的虎口 2005年贝伦海组合正式成立 由四位成员 无尊 颜亚伦 汪东城 陈毅如组成 因为长相帅气 出道后立马惹来不少少女粉丝的追爱 甚至还一度成为早年顶流男团 只是其中三人想不到的是 颜亚伦背地里竟是个喜欢男人的队友 只是碍于组合名声 三人只能一致保持秘密 只是颜亚伦丝毫不顾忌被拆穿 反而一次次都在危险边缘试探 当年在录制节目时 主持人突然调侃全场女粉丝 问到谁想要当汪东城的情人 谁料全场女粉丝还没张嘴之时 颜亚伦快然一步抢下回答 而队友陈毅如的调侃也正是以开玩笑的方式 直接点明了颜亚伦的兴趣向 甚至是对汪东城美色上的贪恋 其实这只是陈毅如以开玩笑曝光的开胃菜 曾在另一档品牌宣传时 主持人起后成员之间会不会亲亲 甚至直接问到颜亚伦 而当颜亚伦支支吾吾看向汪东城时 陈毅如一句话就惹得他满脸通红 跟私底下有接吻 没有接吻 就是碰一下 碰一下 就是那种男生友好的表示 男生友好的表示 对吗 而陈毅如已经不是第一次公开调侃 甚至一次次的采访中 多次对颜亚伦的暗示就已经证明了对方私下真正人品 这也不怪汪东城曾多次自爆与队员在一起时 睡前的第一件事必定是先把房门上锁 生怕深水后遭到某人的猥胁 这无疑不是暗指了队友颜亚伦 那你要试探他什么 镜像 那时候你就是躺在床上了 有吗 那时候就是一直被我逼近 逼哦 毕竟颜亚伦在三人心里完全就是一个另类 丝毫不乐意被牵扯 而光鲜亮丽十多年的颜亚伦却十分嚣张 甚至还大言不惭到在镜头前自爆 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名声早就变臭了 取去一个兴取向 压根不是砸到他的关键所在 因台独早被艳饿 却依旧狗改不了吃时 活活被骂的狗血临头 你们别再脑补了 不要浪费你们的想象力 我的生活 以你们想象中精彩多了 2022年佩洛西串访弯弯弯时 分明是对我国领土主权指手画脚 甚至孤身跑去弯弯 天有加速 有心思助长台独分子的嚣张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作为弯弯艺人的颜亚伦却突然跳出来顶峰作案 亲自发文暗示台独 这必然惹来不少非议 一大群粉丝为了保全自家哥哥的形象 还亲自立正清白 专门成立了一个名叫 只有一个中国的粉丝群 谁料燕亚伦却一点都不知好歹 竟然明目张胆到直接退出群聊 这无疑不是给他头上狠狠戴上了台独的帽子 早前燕亚伦还因一条粉丝评论就已经彻底翻车 因为粉丝只是评论了一句中国燕亚伦 想不到他气得上头 还亲自专门纠正对方 台湾燕亚伦 难道作为一个弯弯小艺人 当真有高于旁人的优越感吗 我想燕亚伦一个私下欺负16岁小男生的人 真是人品完全不值得被追捧 况且在弯弯这个小圈子里 几乎都知晓各大明星的真面目 只是有些聪明的人 为了能跑来内地赚钱 只能被地里卖弄人设 这无疑不让人觉得太恶心 而作为美少女的鬼鬼 吴应杰曾还大言不惨道 如果他这辈子不找男人结婚的话 就会找燕亚伦借经生子 我新婚了 我老公啊 在这边再次接一次 我今天新娘的时候 我们现在结婚了 谢谢你 她是真的一路上 给我最最最最最最熟的一个好妹妹 然后也揭露过我 摘掉过我最多面具的一个人 这也是又爱又恨啊 对 然后我们可以毫不尴尬地接吻 也是这个原因 好 而这样私密话随便讲出口 可见弯弯娱乐圈的开放程度 甚至是混乱的不成样子 难道现在做艺人的标准如此低了吗 区区只是模样长得不赖 甚至手里多点艺术细胞 就能成为被追捧的大明星了吗 我想往后这个圈子必定要打换些吧 不然真的污染了一方土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